范贤站起身来 两根手指缓缓磨缩着子弹的金属表皮 感受着那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触感与流线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在这个瞬间 提督府里其余的人似乎都消失了 什么娇州水师 什么长公主 什么军山会 都如同海水泡沫一样 在他的脑海中退去 他只是想着这颗子弹 当年拿子弹当弹珠玩的女子 微微偏头 然后一笑 心想 我从那远方赶来 或许为的就是负他之约 书房的门紧紧闭的 就像是人人志士们在酷刑面前 永远不肯张开的那张索 党肖波等提督心腹 正在后院里受着酷刑 只是嘴早已被臭抹布塞住 所以没有发出惨忽 红长青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黑夜 领着焦州之州派来的几个衙役 分散在书房的四周 阻止任何人靠近那个房间 顺着淡淡透出的烛光往里面寻觑 便可以看见这二人越来越沉重的表情 与眼神中带着的那一丝寒意 范贤微低着头 鼻梁两侧的阴影十分显眼 他轻声说道 事情到这里了 就到这里了 许茂财想了想点点头 是 大人 两人关于当年及以后的对话暂告一个段落 许茂财在强意激动之余 也回复了这些年来的平静 将称呼由少爷变成了大人 以后的事情有才说 眼下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 许茂财在焦州水师已有二十年的时间 由当初最下层的士兵 一步一步熬到如今的重要将领 在水师当中 自然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微信与网络 范财处理焦州水师 如果有他的帮助 一定会简单许多 我会去联络军中的人 如果大人需要有人出面 我可以试一下 范财皱着眉头想了想 如果在水师里 能够收服一大批中下级军官 自然会顺利许多 那位老秦家的将军竟然不肯出面 许茂财愿意出来帮助自己 想必效果也差不多 不过想了一会以后 他却摇头说道 你不需要亲自出面 许茂财有些讶异地看着范财 我不要人能够察觉到一死问题 你毕竟是泉州水师出来的人 既然这些年一直安分 今天也就不出来了 不是关键的时刻 这枚范财在军中的棋子 自然不能暴露 只是处理焦州水师 这样一个畸形的手臂 他断然不会动用自己 好不容易在路边 食得的锋利菜刀 不过 泉州下层你帮我想想办法 影响一些你能影响的人 至少让他们安分一些 天亮之后 就要去水师全职 我不希望到时候 上万士兵都来围攻我 大人放心 其实今夜里 就觉着您似乎将这件事情 想得过于艰难了 哦 祖说 您低估了军队对于朝廷的忠心 低估了陛下对于士兵们的影响力 或许长坤可以掌控军队中的一部分 或许他的心腹可以煽动不知事实真相的士兵闹僵起来 可现在的状态是 长坤已经死了 长肖波等几人也被您捕入狱中 不论士兵还是百姓 如果有胆子对钦差动手 那是一定需要人带头的 羊儿们敢起来造狼的反 一定是有只狼躲在羊群中间 范贤的眼睛亮了一下 看着许茂财办上没有说话 此时才发现 这位母亲当年留下的幸运儿 看待事情果然有几分独到之处 可我是一匹来自外地的狼 水师里的这些老狼又爱惜羽毛 您押着他们去 他们不得不去 也不用他们说什么 只要往营里一站 水师官兵们自然就知道了 他们的立场 如果军中仍然有闹事的 大人不妨杀上一杀 杀人立威 我怕的就是惊奇花边 血腥味很刺鼻 很容易让人们脑子发昏 大人 血腥味也是很容易 让人们变得胆小 尤其是 本来胆子就不怎么大的下苍人 这话说得平淡 却带着一丝古怪与愿意 想必是二十年前 叶家泉州水师被清洗 这位看多了被鲜血下的 筋若寒蝉 不可动叹的胆小之辈 范贤想了想点点头 许茂才看他眉间的优色 仍然未去 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稍一私存以后 试探着说道 就算今天我不出面 事后也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什么呢 自然是尝试将 焦州水师掌握在范贤的手里 以许茂才如今的资历与地位 只要在朝廷查办 焦州水师一案中表现得突出一些 对陛下的忠心显得纯良一些 就算范贤不从中帮忙 想必也有极大的机会 升职为水师提督 对于许茂才来说 这个提议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着想 而是想着自己能够帮助范贤 取得一个强大的助力 但范贤却只是摇了摇头 许茂才点点头 知道关于水师后续的安排 宫里肯定早有定数 范贤既然不知道自己的出身 当然事先就没有进行什么安排 下任提督是 秦义 秦衡的堂弟 秦衡便是如今的京都守备 老秦家第二代的翘楚人物 在京中时与范贤的关系还算融洽 但许茂才听着这个名字 面色却是有些古怪 怎么了 范贤看出了他的忧心 好奇问道 为什么陛下会让老秦家的人来接手 就算叶家如今失了宠 可是军中不止这么两家 西征军里还有几员大将 一直没有合适的位置 我也不是很明白 范贤笑着硬道 心里却想 江州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 皇帝肯定是要选择自己心腹中的心腹掌握者 避免再次出现常昆这样的事情 许茂才望着范贤欲言又止 半晌以后才下决心说道 老秦家不简单 什么意思 我没有证据 但总觉得老秦家不简单 你也知道 水师里列第三的那位是秦家的人 常昆在水师里做了这么多手脚 领着上千士兵南下 怎么可能瞒过他 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向朝中报告 如果他向老秦家说过 老秦家却没有告诉陛下 这事情就有些古怪了 范贤安静了下来 在脑中细细盘算着其中的细节 然后说道 所以你要留在娇州 盯着马上来的那名提督大人 我相信老秦家是不会背叛陛下的 因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这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 许茂才心想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大殿下如今执掌进军 叶家被陛下骂得大气不敢吭一声 只好归宿在定州养马 整个庆国军方如今声势最盛的 自然就是老秦家 他们如果背叛陛下 根本不可能再获得更高的地位与荣耀 政治上的选择与做生意一样 没有利益的事情 没有人愿意做 你去做事吧 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今后的日子里 只要我不主动找你 你不要为我做任何事情 许茂才也笑了起来 走到范贤的身前跪了下去 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离去 看着这名四十出头的将领离开的身影 范贤覆手于后 微微眯眼 他知道对方这个头磕的是心甘情愿 甚至想必是欣喜无比 二十年前之事 落在二十年之后 人生并没有几个二十年 而此人却一直等了这么久 实事不易 远处的天边浮起一丝淡漠的白 范贤眯着眼睛看着 心思不知道飘去了哪里 眉头皱得极紧 他感觉心上多了一丝压力 又多了一丝兴奋 造反这种事情 他是不会做的 就像叶青梅当年在信中说的那样 一统天下 他不屑作 范贤也不喜欢玩这种游戏 不过在今后的岁月里 除了造反 总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 比如好好活着 比如让刚刚离开的那个好好活着 比如让有些人活得很不愉快 此时提督府 没有喧嚣 只有一片宁静围绕 很多人没有睡着 天刚刚破晓 晨光剑胜时 关闭着的交州城门被缓缓拉开 严密封锁了一整夜的州军们 提备的收队 有气无力的站在城门洞两侧 用目光送着那一行队伍出了交州城 往不远方的水师营地驶去 队伍的正中间是范贤 骑在马上的他已经换上了官服 华贵异常 威严十足 左边的红长青 面色冷漠的抱着皇帝亲赐的天子剑 右手边的监察院官员捧着金黄色的圣旨 前有开道官兵 扛着牌子气喘吁吁地走着 然后便是一柄曲饼驾云黄金散 交州方面不知从哪里搞出来一个丝竹班子 吹吹打打着 锣鼓敲着 热闹不停 正是一个有些简陋的钦差遗仗 范贤冷眼看着 心里不免觉得好笑 那位交州之州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过半夜功夫 居然整出了这么多东西 只是这丝竹班子 怎么身上的纸粉味这么重 难道是从青楼里借来呢 钦差遗仗 他一直留在苏州 根本没有想到会在海边来用 不过既然是去水师宣纸 摆出这种牌场来 总有益处 一应交州官员 与未获罪的水师将领 老老实实地跟在范贤的身后 但从表面上 看不出来这些人是高兴还是难过 只是折腾了一夜 没有几个人精神好 沉起的交州市民们 在早点摊子上已经隐约知晓了昨夜的事情 纷纷涌在城门内外注视着这一幕 胆大的市民们对着钦差遗仗指指点点 纷纷传播着 高头大马上 那个郡的如同姑娘般的年轻权贵 就是传闻中的小范大人 范贤在民间的名声实在是太响了 而焦州水师在城中的名声 却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城门内外的上千百姓 做一声喊 口注钦差大人安康 便跪了下去 行礼不一 马上就好了 一边去 叫了 小范大人安康 海里 转烈 文 试 的 优优 帮 事 取秕 做